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 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短剧出海的热潮 以及即将在香港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首先中国的短剧产业正如火如荼的进军海外市场 这些短剧不仅改编自国内受欢迎的题材 还特别邀请了每家欧傲的演员来拍摄 以满足当地观众的需求 从狼人到吸血鬼的热门题材 短剧的本土化拍摄 让这个新兴领域充满机会 但也面临着市场的挑战和文化差异的考验 接下来我们也关注到 香港将于11月中旬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预计会吸引数百名全球金融机构的高层参加 分析人士指出 这次峰会的热度与中国经济的低迷有关 外资撤离的趋势使得金融领袖们 希望透过此活动获取第一手的市场资讯 并探索新的投资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短剧出海来势汹汹 每家欧傲演员粉末登场 美国之音中文网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在为全球制造了诸多商品之后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趋势 中国的影视创作者 将一种在国内受到欢迎的短视频聚集 推广到了国外 业内人士将此称为短剧出海 这些剧集通常改编 自在中国已经颇受欢迎的题材 邀请美国、加拿大、欧洲 和澳大利亚的演员来中国拍摄 为了精准把握当地观众的需求 目前不少剧本采用了 国外流行的狼人、吸血鬼的题材 并招募了当地的拍摄团队和演员 实现了本土化拍摄 多位短剧行业的从业者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短剧出海是新兴领域 目前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才 一片火热 但是也有制片人表示 当前还是循规蹈矩 不敢有大的突破 它是快餐文化下面的产物 本质是资本炒作的游戏 资深媒体观察人分析说 短剧其实是爽剧的一种 会让人上瘾 因为出来不久 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仍需进一步观察 广东的梁女士 是中国短剧行业社区的创始人 据该行业社区网站的介绍 他们的社群 由超过15000短剧行业从业者组成 梁女士受访时表示 我们近日发布了短剧出海报告 里面有中国短剧出海的情况介绍 据这份有短剧实习室发表的 2024年短剧出海行业报告披露 2021年中国小程序短剧横空出现 2022年 枫叶互动的Real Short 和安月科技的Flex TV 相继在海外上线 标志着中国短剧 开始探索海外市场 报告还提到 进入2024年短剧出海 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2022年8月至2024年6月 超过100款短剧 应用在海外市场活跃 累计下载量达到1.48亿次 内构收入高达2.52亿美元 一些热门短剧平台 在多个国家的应用商店中 名列前茅 甚至有平台一度超越TikTok 成为娱乐下载榜单的榜首 中国短剧出海的热潮 出海短剧的加速发展 也给行业上下游的剧本 拍摄和异配等领域 带来了更多机遇 墨尔本的Leo So先生 目前是一位短剧的制作人 他在受访时表示 做电影 电视这一块十多年了 去年开始做的短剧 今年的话已经做了五个 短剧出海是一个趋势 我们只是说 这段时间有很多平台找到我们 那我们就开始做呗 高产的短剧 也间接催生了 对剧本的大量需求 在中国的招聘网站 和社交软件上 招聘短剧编剧岗位 和收短剧剧本的广告 经常可见 在一家短剧平台 做剧本编辑的Lisa女士 告诉美国之音 平台中英文剧本都收 报酬2万至10万人民币 有男嫔和女嫔之分 一般女嫔题材的甜宠 虐恋会更受欢迎 剧情需要强情绪 强冲突 强期待 符合海外本土文化 短剧剧本的这股热潮 也飘向了翻译领域 一位在广东上市公司任职的翻译员 也兼职做起了短视频字幕翻译 他在受访时表示 我做的是国内短剧出海 将中文字幕翻译成英文 谈及做字幕翻译的优势 他表示 有海外生活背景更好吧 我没有海外背景 但是我美剧看得比较多 加上翻译过很多网文 据2024年短剧出海行业报告披露 短剧出海有本土剧和抑制剧之分 本土剧以其较高的文化气和度 在海外本土市场引发强烈的共鸣 抑制剧成本低 供应充足 国内短剧每月产能约1000部 国内短剧产出后 即可进行翻译 配音 上架海外市场 制片人Leo Zhou先生表示 我们还是实拍 不会去做AI换脸的那种 太low了 不用仔细看 你就扫一眼就知道是假的 嘴形都不太对 肢体动作很僵硬 短剧出海 克服水土不服 中国短剧出海 从最初的一配国内作品 到邀请受众地区的演员出演 再到如今 在国外组建团队 实现在地画拍摄 一步步都是为了占领海外市场 克服短剧出海的水土不服 更进一步贴近受众的需求 Leo Zhou先生表示 剧本主要是国内来这边做本地画 本地画包括翻译和重构的过程 国内的剧本过来 要重新在这里做个打磨 做本地 同时需要把很多剧情改掉 剧情不合逻辑 或者是很多时候 他们没有那种观念 题材写的时候是没有禁忌的 他举例说 比如把女生推开这一个动作 怎么推开是很有技巧的 你在海外 如果很野蛮的话 很多演员是不愿意做的 国内短剧常用的桥段 山巴掌 如果女生山男生 可能还可以说得过去 如果冲过来一个男生 直接打女的 在海外就不太行 国内的编剧可能理解不到 Leo So 还以笑话举例说明 剧本上的文化差异 他说 俄罗斯人讲个笑话 美国人是不会笑的 中国人写个剧本 他觉得哈哈大笑 但是拿过来之后 我们没法翻译 翻译过程也挺好玩的 你如果单是逐字逐句 那么会特别文周周 就是感觉你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如果把剧本丢给演员 他们就会觉得 这话不应该这么说 Leo So 坦言自己 作为制片人 主要工作 是组织拍摄团队和演员 要出去把这些团队的人 统合起来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人跟那个人 是不对付的 必须要当地演员 只认当地演员 演员也不一定是明星 我们有合作的经纪公司 他们会给我们推荐 薪资每个人不太一样 主要看经验 不同级别不一样 有些是网红 他补充说 记者联系了多位澳大利亚 本地的短剧演员 和经纪公司 但截稿前 没有收到回复 Leo So分享说 我们拍摄的第一部短剧 就火了 很多平台 都是拿它做样力 我们的片子 大概在两周时间拍完 每集一到两分钟 总共时长120左右 北京一家短剧公司的 英文短剧版权 商务经理王先生 受访时表示 我们的剧 主要在澳洲 美国洛杉矶 和加拿大完成拍摄 单部剧成本 在15万美元以上 所有剧集 由我私独立投资制作拍摄 不存在版权问题 相关版权文件 都可以提供 这些剧都是北美 澳洲本地的演员拍摄的 适合英文母语的国家 也适合像东南亚 中东 欧洲这些地区 他们对英语的接受程度 也非常高 短剧出海的目标受众群 据国海证券发布的 中国短剧出海深度报告 披露 现阶段海外短剧 与网文用户重合度较高 以25至45岁的女性为主 Leo先生透露 从每个平台反馈来的数据看 受众 其实从20岁到50岁的年龄都有 它并不是像以前一样 有一个固定的人群 就是大妈看 现在题材也广 拍的也多 每个剧的受众不一样 平台也多 包括有收入的阶层也在上涨 稍微有钱的人能看得起这个东西 如果特别穷的话 也看不了这个东西 另据2024中国短剧出海行业报告 除目前市场占比第一的 美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或许也是未来的短剧出海握图 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短剧出海的拍摄地 和受众国之一也受到关注 在墨尔本读大学商科的 Rafael女士受访时表示 我不知道现在流行的短剧 平时有用Netflix 但她在看过一集短剧之后说 还是挺吸引人 我有点愿意去看这样的电影 但是如果需要充值看的话 我会考虑 因为我已经有Netflix付费号 我不希望有两个付费的 另一位资深的媒体从业人员 依然说 我知道现在流行的short drama 但是我平时不看 下班后回到家 我会看一些电视节目 她分享说 我做美食节目30多年了 以前在电视台全职工作 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有需要我就去做 没有需要我可以做自己的事 享受生活 我的工作生活很规律 我知道现在一些年轻人 沉迷于short drama 有人追剧到凌晨2点 然后睡3小时 第二天还要上班 你知道这样对他们身体也有害 但是也有很多人 难以抵挡短剧的吸引力 有沉迷其中的趋势 Real Short 推出的一款火爆剧 The Double Life of My Billionaire Husband 仅在YouTube上的其中一集 播放量就超过2000万 一位自称At Starks E的观众 在视频下面幽默地留言说 我要看全集 上传的每一集都看过了 我已经73岁了 我的时间不多 拜托了 制片人Leo说 我觉得短剧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我常常跟大家说 它就像方便面 其实就是一个快餐文化下面的产物 有人就喜欢吃方便面 他方便 我就是没时间 那我又要吃饭 所以用方便面垫一下 你说都有营养 那也说不上 它就是快餐 它有它特定的人群消费这个东西 短剧出海 恐延续中国式审查 短剧在中国风行一时后 很快面临来自官方层面的监管 近年来 中共严管意识形态 严格审查影视娱乐作品的价值观导向问题 影视创作的自由空间进一步萎缩 短剧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整治 去年11月底 中国广电总局表示 将再次开展网络微短剧整治 建立黑名单机制 广电总局总结成果 截至2023年2月28日 共下线含有色情低俗 血腥暴力 格调低下 审美恶俗等内容的微短剧 25300多部 继136504集 下架含有违规内容的小程序 2420个 形成了震慑效应 有利遏制了网络微短剧 野蛮生长的态势 2024年8月30日 在中国广播电视 总局网络视听司指导举办的 全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 司长冯胜勇提到 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传播不良价值观的 微短剧次品 坚决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中国官方对微短剧行业的监管和审查 也促成了短剧剧本创作的自我审查 多家征集剧本的平台要求 有正确价值观 不能涉及敏感内容 一张Flex TV2024 征稿须知里明确提到 抨击国家政府的题材拒收 制片人Leo表示 目前短剧市场的一个问题是 大家没有往前冲 还是处于一个保守的状态 因为都在市 步子不可能卖很大 我觉得平台可能还是在 规避风险的阶段 他觉得现在大家都爱看狼人 爱情 那我们就多拍戏 不会出错 香港将再度举办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各国金融领袖 关注中国经济局势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将于今年11月中旬再次举办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预计将吸引数百名 全球顶尖金融机构领袖出席 其中包括多家美资银行的行政总裁 分析人士认为 各国金融领袖积极参与此次峰会 或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有关 部分金融机构可能正在为加速撤资中国做准备 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 计划于11月18日至20日 举办本年度的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这是该活动连续第三年在香港举行 金管局总裁于伟文表示 预计今年将有数百名金融机构领袖出席峰会 其中超过100人是集团主席或行政总裁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摩根大通和高盛等美资银行 将连续三年派出高层参与此次峰会 外资撤离中国创纪录 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导致外资加速撤离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8月初公布的数据 今年第二季度的中国 直接投资负债减少 了1050亿元人民币 约合150亿美元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撤资规模 据彭博社报道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年底 将是自1990年 有可比数据以来 首次出现年度净流出 这反映了外资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 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 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的大背景下 各国金融领袖对于此次在香港举行的峰会 表现出极大兴趣 并不矛盾 司令认为 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 为外资提供了一个中转平台 方便其从中国大陆撤资 此次峰会正好为外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互动平台 香港被外资当作撤出整个大中华区的投资环境的跳板 外资首先要在香港进行周转 然后再从大中华区撤离 司令解释道 他指出 尽管香港的投资环境和自由度 也因国安法实施而有所恶化 外资依然需要时间在香港停留并处理资产 外资也会关注能否有新的投资机会 在香港产生 以及资产在香港的周转环境是否安全 司令还指出 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 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判断非常明确 普遍认为 中国正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GDP增速已进入L型模式 短期内 外资在中国投资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 外资从中国大陆加速撤离的趋势 是不可逆转的实施 外资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撤离的趋势 并不会因为参加几次峰会有所改变 恰恰因为他们正努力使撤资过程 变得安全 便捷 有效 才会关注在撤离这段期间的资产安全 和盈利空间 他说 就是措施 无助挽留外资 近期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就是措施 包括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以及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增持 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增持的再贷款 也相继落地 财政部官员本月也曾暗示 会增加政府举债以提振经济 然而 专家认为 这些政策对挽留外资的效果有限 甚至可能进一步加速撤资 司令解释道 中国政府这种出手就是 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宏观调控模式 而是一种国进民退的就是方式 以LPR为例 其实就是让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实体 向中国最大的几家国企 进行再贷款 再融资 其实是肥了国企 让散户较苦不迭 当外资确认了中国政府的策略之后 也确认了他们从中国的撤资的策略和趋势 台湾立志协会 ETA执行长赖荣伟 对美国之音表示 尽管外资撤离的趋势不可逆转 各国金融领袖 仍希望通过出席峰会 获取与中国经济相关的第一手信息 他说 中国的股市最近起伏不定 往下走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不好 最近的爆起 则反映了背后有政治因素 也有中国国庆日的考量 投资者要的就是短期获胜 这些外商公司进行投资分析预测时 必须提供一手消息 另一方面 他们也要维系一定的业务上的人脉 香港现在也算是中国的主场 每当中国扮演主场角色 他总喜欢扮得热热闹闹 不能丢脸 他也要向全世界传达一个讯息 我中国的底子很好 你不要看衰我 峰会焦点应对全球变局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年 以在变局中前行为 主题将探讨应对复杂的全球环境 中国大陆金融发展 亚洲区投资亮点及策略 人工智能与数码化等一题 峰会的形式大致和往年相同 第一天是欢迎晚宴 第二天是主峰会 由银行不同类型投资者参与讨论 第三天研讨会主力 由投资机构代表出席 台湾学者赖荣伟指出 各国金融领袖 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早已有数 但仍希望通过峰会 进一步验证其分析 他说 中国的经济存在结构问题 从房地产长期以来 供需失衡到地方债务危机 到地方的金融 政治勾结在一起 更重要的结构问题是 这个国家的市场 跟民间社会是没有自由的 所有的产业 金融政策 都不是面向老百姓的 也不是面向市场 都是面向执政者的政治考量 峰会恒常化的效果存疑 2022年香港首次举办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当时是为了对外传达 Hong Kong is back 香港重返舞台的 讯息 去年则庆祝金管局 成立30周年 按照香港金管局 总裁于伟文的说法 峰会于环球金融界 建立起很好的生育及品牌 成为不少金融领袖 年度出访计划一部分 金管局已决定 把峰会恒常化 作为每年一度亚太区高规格金融界盛世 然而 一位基于安全考量 要求匿名的香港金融学者 对峰会的实际效果 持怀疑态度 他指出 尽管峰会吸引了全球顶尖金融领袖 但这一小圈子活动 对香港整体经济的提振 作用有限 这位金融学者对美国之音说 过去几年我接触到的外国人 包括那些从未来过香港的人 大部分一提到香港 都会摇头叹息 或沉默无语 近年更不断有国际金融机构 把员工和办事处撤离香港 该学者还表示 港版国安法的实施 对香港造成了致命打击 虽然在数据上 香港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 但其国际形象早已今非昔比 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 香港的吸引力大不如前 在我眼里 所谓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顶多就是一场派对 一场没有多大用处的公关秀 德国总理朔尔茨 率团访印 期望扩大印度市场 降低中国风险 美国之音中文网 德国总理奥拉夫 朔尔茨 欧拉夫·瘦斯 本周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 访问新德里 路透社说 朔尔茨把赌注压在印度身上 希望通过扩大印度市场 降低德国对中国的依赖 即使印度最终不能成为 另外一个中国 从汽车到物流 德国企业对印度增长潜力的看法 总体来说是乐观的 印度拥有大量年轻的熟练工人 劳动力成本低廉 经济增长很快 增速大体保持在7%左右 这次访问 对德国来说 时机非常微妙 德国这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 已经有两年处于收缩状态 德国担心 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会给德国企业带来新的打击 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前 德国因过度依赖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 而陷入困境 德国从这场战争中汲取教训 开始采取措施 减少对北京的依赖 德国经济部长 罗伯特 哈贝克 Robert Howbeck 周三表示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德国经济 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因此 在德国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 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路透社引用哈贝克的话说 我们必须减少德国企业的严重依赖性 加强德国企业及其进出亚洲的供应链的韧性 德国商会DIHK外贸事务负责人 沃尔克 特雷尔 福克 特雷尔表示 2022年 德国对印度直接投资 约为250亿欧元 约占对华投资额的20% 他认为到本世纪20年代末 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到40% 特雷尔说 中国不会消失 但是印度对德国企业来说 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可以说 印度非常关键 如果要降低中国风险 印度的作用至关重要 这与印度的市场规模和经济活力有关 与朔尔茨同行的 有德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大部分内阁成员 朔尔茨计划在周五会见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 Narandra Modi 然后主持第七轮双边政府对话会议 哈贝克为了主持两年一度的德国商业亚太会议的开幕式 将提前一天抵达新德里 德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额 去年创下新记录预计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将会超过德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额 在全球排名第三 不过观察人士表示 印度虽然有庞大的市场 而且潜力巨大 但是它的官僚问题和腐败问题 对想要进入印度市场的外国企业来说 构成了重大的障碍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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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